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其实我是四维症患者 大家一定觉得很荒谬 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只想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要相信就一定会成功 我要感谢一直以来 鼓励我的每一个人 因为有了你们 才有了我的成长与坚强 同时 我要特别特别地感谢一个人 大家好 这里是文博来了 我是主持人李文博 在这段VCR里是 第26届广告大赛中 最优秀广告设计新人奖 获奖者李亚南 得奖时的领奖之词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几点信息 第一 这个女孩是一个色弱观者 却进入了广告眼 并且成绩不菲 要知道 如果患有色弱 她是连广告的门槛都进不去的 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第二 她所感谢的那个人是谁 和她是什么关系 在她的生命中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 第26届广告设计大赛 新人奖的得主 李亚南登场 谢谢 你好 亚南 你好 主持人 我今天衣服穿得不对 头发做得不对 真是个漂亮姑娘 恨我早生了几年呐 导演 许总让我们也尝试做一下特别节目 所以我就带他们过来看看 李大制片人的节目 透视取经来了 坐吧 那边有椅子 来 谢谢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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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我们切回正题 看够了 时间还长 慢慢看 在刚才的片子中 你说你是一个色弱幻者 是的 那你是怎么进入广告公司的呢 这个问题到现在我都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奇迹 那我想请问你是分不清哪几种颜色 红色和绿色 就比如主持人 你如果戴一个绿色的帽子 那我看过去是灰色的 这个女孩这个不错啊 这个女孩还挺开朗的 我觉得很适合做嘉宾 所有好的嘉宾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一个好的主持人 看来咱们今天来对了 文伯又要做一期好节目了 所以说你只要看到红色和绿色 基本上都是灰色的对吗 对的 所以我特别怕过红绿灯 不过我都认为有一个好处 你不怕戴绿帽子吗 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你跟别人不同 在很小的时候吧 大概五六岁 我所知道的先天性红绿色弱症 是由软色体的基因突变引起的 那么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群 可以说与色彩有关的工作无缘 而在亚南身上 确实发生了一个奇迹 亚南我想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现场的观众 一定特别的想知道 在你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迹 开始的时候呢特别难 我每天要跑很多面试 都已失败告终 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灰姑娘找到了水晶鞋 我们都不要跟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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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请把你的简历给我 李亚南 请问你要应聘什么职位 我叫李洋男 请问你要应聘什么职位 设计师 为什么要应聘设计师呢 因为当设计师是我 从小长大的梦想 我想设计出 这些设计方案有很多问题 这次的考题就是 把颜色重新进行配比 又是这么多的 更新的颜色 你怎么应联系 若是你 你不太适合这一口 我劝你 还是想想别的职业吧 难道 我真的不能做一个设计师吗 喂 是我 下午两点钟面试 好 您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您说 滨海路 国际贸易大厦 五层 好的 好的 我一定准时参加你们的面试 好 谢谢 妈妈 我回来了 今天我们面试了三家公司 这次 累死我了 还是老样子 因为我总是分不清红色绿色 所以面试官又把我怕死了 妈妈 您说 您说像我这样的人 是不是不适合做设计师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做个设计师 可是做设计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特别想像爸爸一样 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这样我就可以大声地告诉爸爸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有一大块广告牌 是属于他女儿的 我想爸爸在天堂 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所以我一定不能放弃 我不允许我自己放弃 您说我能行吗 你现在在哪里呢 真希望你能出现 像小时候一样保护我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李阿门 加油 李阿门 滑 有几天 李阿门 喂 总牧 你在哪呢 赶紧回公司一趟 艾蜜 今天有休息 有什么急事吗 上次我们俩做的那个方案 需要改动 你快回来吧 我在公司等你 好吧 你好 我是来参加面试的 这个是我的简历 不好意思 我的简历可能刚刚 落在外面了 我现在去找一下 一分钟就一分钟 一切就完成了 就没啥 有什么东西 您可以在外面来 您可以在外面上 和紧张的外面上 要不介意 你不在外面上 在外面上 和紧张的外面上 请问你刚才在电梯里 有没有捡到一份简历 是这份吗 对的就是这个 谢谢 你叫丽雅楠 对啊 我叫丽雅楠 我要去参加一份面试 谢谢啊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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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那个设计方的事情 我们正在协商 哦 你放心 嗯 好的 拜拜 里亚男是吧 里面是什么位置 哦设计师是吧 你有过什么工作经历 你有过什么成功的作品 你会什么设计软件 OFACE PS 3D Max 我们是一家设计公司 这你知道吧 嗯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 我们对设计师的要求 可是非常严格的 面试要经过层层筛选 从我这一关开始就非常难 这你知道吧 喂 哎 周董是吧 好嘞好嘞 东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哦 您明天要 没问题 我们给您送去 好好嘞再见 我们刚才收到哪儿了 嗯 你叫里亚男是吧 你有理想吗 嗯 我有 我想当一名优秀的设计师 太好了 我们就需要有理想的人 这样吧 明天早上九点准时来上班 第五层 第六个办公室 第七个格子间就是你的工位 嗯 好的 哎 别急 别忘了 明天早上九点 千万别迟到 哦好的 谢谢 谢谢 设计风格不符 要重新修改 还设计风格与公司整体风格 完全不符 就这么个小公司 有什么整体风格 纯属故意挑衬 就花那么几万块钱设计费 还想设计出什么样的风格啊 客户 左沫听我说 我手上可是有好几个大案子 那个都是好几十万上百万的大案子 客户们都还等着要设计稿呢 我才没闲工不弄这个 你看着办吧 左沫 左沫 你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话呀 我听了 不就是个设计吗 放心吧 交给我 你拿那个是谁的本子啊 这个 我捡的 妈妈 这回我终于要实现我的梦想了 我要当设计师了 你高不高兴 你不说话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高兴 以后 等我成了大设计师 我一定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治好你的病 让你醒过来 你一定要相信我妈妈 只要相信 就一定会实现 谢谢 你说的话 我一直都记得 只要相信 就一定会实现 谢谢你 谢谢你 别哭了 这幅画送给你 她是谁好漂亮 她是公主 我妈妈说 每个女孩子长大都会成为公主 你也可以了 我不想成为公主 我想当个设计师 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像爸爸一样 当个优秀的设计师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可是我总看不清红色和绿色 所以他们都笑我 我妈妈经常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所以只要相信自己 就一定会实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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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李亚男 是挺好 你好迟的 你看这个设计啊 颜色就比较跳 那是没什么新意啊 我想问一下 第五层办公室的 第五层第六间办公室的 第七个鸽子间怎么走 上电梯进五层 然后左转第六个办公室 右转第七个鸽子间就到了 好 走吧 走了 这个设计就好多了 你看还有这张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是第六办公室吗 是的 好的谢谢 不客气 不对 向左 这是你那天丢的 坏了坏了 本子里记录着分辨红绿颜色的方法 要是被它看到了 我的秘密就 你 你还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呢 你叫什么名字 祖牧 大家都这么叫我 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李亚南 谢谢你把本子还给我 不客气 祖牧 艾米 进来一下 好的 好 千万不要被它发现 千万不要被它发现 在这个本子里记着它是什么 记录着我强制记忆色录的方法 用这种强制的方法来记忆管用吗 没用 那后来祖牧看到了这个本子 所以你害怕它去公司告诉其他人 这个在广告公司呢 是个很荒谬的事情 一个以设计为主的设计师 竟然分辨不清楚颜色 这铁钉要被开除 那祖牧到底看了没有 不知道 那你最后又是怎么留下来的呢 嗯 一个机会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好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看看亚南究竟是怎么留下来的 这个方案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 林总这个公司就是故意挑刹 他们之前没给过我们任何设计方案方面的要求 现在说设计风格不符 风格本来就是很难去量化的一种东西啊 我很难去把握他们所需要的风格 况且 我手上几个大客户的单子要做 哪有时间啊 要不这样吧林总 我们公司刚来一个新人 要不让他试试 也行 你去把他叫过来 好 嗯 嗯 嗯 你是新来员工 嗯 叫什么名字 嗯 李亚南 李亚南 这个方案呢 一直以来 都是左慕和艾米一起做的 不过艾米现在有一个其他的方案要做 以后 这个方案就你和左慕来做吧 好 艾米 回头把这个方案的资料和李亚南对接一下 好的 没什么事儿 你们先回去工作吧 我去做某些事儿 这位方案都已经让他去做某些事儿 给他做某些事儿 就可以了 去做某些事儿 给他做某些事儿 你的硬妖要做某些事儿 你刚才没事吧 那我去做某些事儿 一道某些事儿 我要做某些事儿 那我 当然然后再做某些事儿 给 这些是 这个广告设计方案的一些资料 你回去熟悉一下 好的 继续工作吧 左沐 你捡到我的本子之后 你都做了什么 捡到你的本子以后啊 我想想啊 我还给你了呀 你有没有 看我里面画的那个图 图 什么图 不知道 他家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很正宗 我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看我本子里的内容 你有色弱的毛病吗 你谁让你看我笨 我可没有投靠 我是光明正大的看的 你 嘘 你再大点声这里的人可就都知道了 不过呢 我是好人 放心吧 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左沐 那你在公司很久了 不是很久 比你早一点点 比你早一点点而已 那你觉得公司的人怎么样 很好啊 今天给你案子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的执行董事长 也是临时企业的大公子 未来的继承人 她叫林浩阳 今天你看到那个女孩呢 是设计部的设计师 她叫艾米 我呢 叫左沐 其实就是公司打加油的 你刚来 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如果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 就来问我 我呢 可以当你的免费咨询顾问 那 谢谢你左沐 谢谢你左沐 不用谢 那这么说 我这顿饭请得还挺值 那我先去挤个账啊 左沐 这 实在不好意思 我 帮带钱包了 你能替我现在垫上吗 是你说要请我吃饭的 我出来的时候压根就没带钱包 那 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 你先帮钱包 我先走 出轮门以后向右走 赶紧跑 谁叫你都别回头 这能行吗 当然行 这样不好了吧 相信我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 了 我先走 我先走了 好吧 我先走 你自己想走 我们就回来了 你还没点赞呢 左沫 刚才那顿饭没请 你不会不替我保密了 这个 这让我得想想 想想 骗你的 左沫 你是不是喜欢艾米啊 艾米 艾米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全公司的人可都知道 艾米喜欢的是林浩阳 你呀 可就别八卦了 赶快想想你的策划案怎么做吧 这可关系到 你是否能留在公司 一定要好做 加油 走 妈妈 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的经历真是太意外了 林氏公司真的很大 而且公司的每个人呢 都对我特别的好 我刚刚上班 林总就特别的信任我 让我参与一个广告策划案 艾米姐 很漂亮 而且对我也特别好 她会主动给我拿资料 让我熟悉 特别是 左沫 她知道了我的秘密 但她居然又替我保密 不知道为什么 和她在一起呢 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 她就像那种林家大哥哥一样 对了 妈妈 今天她还带我淘汰来着 太惊险了 反正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幸运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把工作做好 打开 走 我来找你帮忙了 这个是 我的设计初稿 你能帮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养兰 你的这个设计非常有创意 非常棒 只是 只是有一些小问题 什么问题呀 要不这样吧 走 带你走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要带你找答案呢 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 走 走吧 左木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问你 什么样算是一个好的设计 当然是创意了 创意是设计的核心嘛 没错 一个好的设计 是来自于独具江心的创意 但是要想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 还要具备强烈敏锐的感受力 善于观察和思考 要有兴趣和好奇心 你可以大胆地假设 然后不断用实践来证明它 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不怕失败的性能 而色彩 只是设计师的一个工具而已 你要克服你心中 对于色彩把握上的恐惧和障碍 只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你可以一样很自如地运用色彩 可是什么是可行性的办法呀 我之前一直强制记忆红色和绿色的区别 可是没有任何效果 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原因啊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分清楚红色和绿色 走 来 晓岚 你看这片草 晓岚 你看 现在是什么颜色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相机中有个设置叫白平衡 通俗一点说呢 就是将其他颜色的物体还原成白色 来 你看啊 将这个设置 白平衡设置调成手动 然后将绿色调整成白色 这样你就可以分清楚红色和绿色了 左墨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这样一来 相机就变成了我的第二双眼睛 左墨 你太伟大了 我说过 我会帮你的 好 晓岚 这个相机送给你 你可以用它分辨颜色 你还可以用它拍摄出你美的画面 对你设计有帮助 来 拿着 左墨 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让你拿你就拿着 晓岚 我看过你的设计 你具备一个设计师的天赋 但是晓岚你要记住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创作手法 你要在设计当中 规避你所不擅长的 发挥你所擅长的 这就是你的创作手法 明白了吗 晓岚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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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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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我来给你送晚餐了 先放这儿吧 谢谢啊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林总,您看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加班啊 先休息一会儿,吃饭吧 都这么晚了,艾敏 你怎么还没回家 我看林子在加班 想着你应该没吃饭吧 所以特地来给您送晚餐 谢谢啊,以后这些工作不用你做了 再说,这也不适应工作范粥啊 林总 你看你每天那么忙 难道,你就不想去放松放松吗 林总 我知道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酒吧 气氛特别好 要不我们进去坐坐 林总 林总 什么事儿 林总 你看你每天那么忙 要不今天我们出去坐坐吧 我这么晚了 艾敏 你怎么还破一下 哦 嗯 哦 左牧和雅南的这个案子 我看过了 非常不错 客户给评价非常高 现在客户要追加投资 把这个案子做大 雅南 听左牧说 这个案子的创意 是你想的 是的 林总 创意不错 左牧 恒源集团这面案子 非常的棘手 而且 恒源也是咱们的老客户了 以后你就负责恒源的案子 这个案子 就交给雅南自己完成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 赞会儿 林总 什么事 雅南刚刚来公司不久 您就把那么大一个案子 交给他一个人独自完成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合适 艾蜜 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我是觉得 一个新来的 就给他那么大个担子 对他来说 压力太大了 万一翻案被搞砸了 公司是有损失的 好了 艾蜜 没什么事的话 你先去工作吧 啊 等一下 你去巴黎亚南叫我办公室来 林总 你找我 哦 这个是我们家地址 到了之后 保姆会把文件拿给你 哦 你好 您是李小姐吗 嗯 是我 请进 好 请帮我来 哦 好的 哇 这房子好大呀 您这边请 哦 您这边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打湿我的脚步 为什么这么无助 那滑落的泪珠 在风雨中满霧 安慰着我的痛苦 别让我一个人哭 别让我一个人承受着孤独 你说过让我心痛 为何还这么冷酷 我已经坚持不住 别让我一个人哭 别让我一个人承受着孤独 我给你我的全部 我爱得这么辛苦 你还是把我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